极限挑战全程高能的一期 知道节目组的套路多 于是每个人把房间检查了一遍 这里还有蹊跷 还有人躺过 这还放一镜头 肯定我往这一躺就会掉东西 看好张艺兴助理才发现 节目组是在认真搞事情 随后跟孙后雷开始了深刻讨论 你房间有机吗 我房间里没机 你这孩子怎么了今天 我房间里有机 你房间里有机 对 生殖所安排的 你放屁吧 怎么会呢 我不是说我怕尖嘴动物吗 尖嘴 哦 当两个人一起睡觉时 节目才开始真正高能 你这床怎么掉上去了 你怎么没掉上去 我掉上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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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掉我生生了 是吗 另一个房间的王大陆也是被无语住了 此时的沙翼即将开始悲惨的一天 沙翼即将开始起床了 你要退房了 你用的是我们的房间 我们要休息了 我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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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啊 无奈之下的他去投奔黄雷老师 做起了钱里送人头的举动 这可以接着睡会儿是不是 接着睡啊 哎呀 反正这屋好像还行 条件是他都可以 那不行 你睡这儿 我睡哪儿去啊 你在这儿也行 我在哪儿啊 在这儿啊 那为什么不你在这儿 我在那儿啊 你就我睡沙发可以 关键是从我睡沙发开始 你还能睡着了吗 一想到你弟弟在沙发上呢 此时的沙翼有多窃喜 下一秒就会有多狼狈